一 二 三 哇 你好漂亮喔 揭開畫作作為開展儀式 這是由一位罹患隨母細胞流的兒童所畫的 他畫的是醫院窗外 月亮在繁星陪伴下的美麗星空 可惜的是畫作展出時 小組人已經過世 光點兒童重鎮輔助協會 帶著24幅重鎮兒童的創作 前往新北市新莊區的 心態國小展出 這些創作者都是因為生病 無法前往學校就讀 協會提供藝術陪伴服務 請老師前往家中或是醫院 教導他們畫畫 讓他們感受學習的美好 也在創作過程中肯定自己 我們到各個小學 我們透過生命影響生命的這個意義 然後把孩子生命鬥士的故事 傳達給我們在國小的學齡孩子 不管他幾歲 其實我們想種的就是一個愛的種子 或許這個愛苗 現在他還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但是透過我們畫展 我們動態導覽的概念 讓他們知道有一群孩子 即便身體不舒服 他們還在為了他們的生命 在做打拼 創作中有畫出生命術 展現生命的能量 以及愛無限延伸的期待 還有人畫了一隻花豹 希望自己能夠健康 像花豹一樣的敏捷 另外有小畫家 畫出了對學校生活的盼望 協會邀請小朋友 和這些創作者做朋友 在小卡片寫下想對他們說的話 再放進給小畫家們的資料夾 我寫希望你們的病會好一點 然後希望他身體會再恢復原狀 希望你能跟我們做朋友 希望他的病可以好起來 他就可以參加萬聖節了 這些重症兒的創作在學校展出 學校師長以及家長就認為 能夠帶來生命教育的啟發 讓他們更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希望我們的孩子從那裡面可以看到 並且試著去在關愛別人 去關心有需要幫助的人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思考自己在這樣 四肢健全 身體健康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應該更加努力的去面對人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 我有機會我可以帶他去多看看 然後讓他知道說 其實媽媽生給你這麼好的身體 那你自己其實要用心 就是自己要好好的愛惜自己 那不要讓媽媽生氣 重症兒因為生病 在藝術陪伴下 培養興趣豐富生命 也透過畫作 將這一份生命力帶到學校分享 將愛無限延伸 傳遞到各角落展現正面能量 記者趙世淵新莊採訪報導 にな今 再生命 像在濤市前 無限延伸 ネเค